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3月22日 星期三 這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話說星島日報有一則跟進報道 直擊香港的一些診所門外出現炒藥黨 排長龍 看醫生 為什麼呢 話說要拿減肥藥 有價有市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網絡熱話之一 林鄭月娥去買外賣被人拍下 相關照片在網上廣傳 最新的近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直擊診所門外出現炒藥黨 排長龍 看醫生 購買減肥藥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有女士為了美美 所以服飾減肥藥 保持簽售的身材 星島新訴王收到讀者報料 指長山環有一間診所門外 日日出現超長的人龍 懷疑有排隊的人 只是想拿到儲方的減肥藥 轉售賺錢 星島新訴王到現場視察多日 發現排隊人龍排到街口 好 未算診所中的十多人 說有病人原本拿醜看病 但見到大排長龍過後 打退堂鼓 放棄看醫生 更有怨言地說 診所十多二十人堆在裡面 不看也不是看病 記者發現有部份從診所出來手持藥袋的人 拿出一包藍白色的膠囊藥丸 懷疑是即場把藥物轉售 星島新訴王發現 經常有十多名內地女子聚集 懷疑買賣醫生處方的減肥藥物 據其中一名收藥的女士指 有多少 我們就收多少 他甚至說 試過一天最多可以收到三十八包藥 有不少人幫他看醫生和拿藥 更有炒藥黨幫他在診所門口收購藥物 這群懷疑內地代購減肥藥黨 會以五百至六百元 即港幣不等的價錢 向病人 所謂的病人買入減肥藥 有人會再帶返內地轉售 在小紅書更加標價高達一千多元人民幣 記者向其中一名涉嫌收藥人士了解 他指 目前深圳已經不會再有醫生處方的減肥藥 所以才會導致有價有市 據了解 那個醫生會徹底正年減肥藥的費用是三百元 目前已經不再收新證 星島申訴王發現 不少代購會在香港診所收購得來的儲方減肥藥 在內地透過各種渠道轉售 記者向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展示這種減肥藥 他表示這款藥是一種和安非他命 氫粉劑相似的藥物 如果未經醫生處方而自己服用 可能會導致血壓上升 心跳加速 心衰竭 嚴重更可導致死亡 星島申訴王亦向那間診所醫生了解事件 他回應指不知道有病人轉售他處方的減肥藥 強調只是開藥給有需要的病人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怪民連連 最新的情況是有一間診所門外出現炒藥黨 所買的藥是減肥藥 醫生在做醫生的事 看到有病人說自己很肥 於是要處方減肥藥 不過不說不知 原來深圳已經禁止了醫生處方減肥藥 導致這些藥拿上內地賣的時候也有幾豐厚的回報 結果每個人走排隊 再有人即場把這些減肥藥轉售 那個蛇頭可能會收了幾十包 又拿上內地賣 這個也可以說是通關過後的怪獎之一 藥劑師已經說明 若然這樣的話 未經醫生直接處方而自己吃藥 有機會導致血壓上升 嚴重的話更可導致死亡 另外轉體一下林鄭的近方 根據明報的報導 話說林鄭去完苦協的活動 在快餐店買外賣 報導的來文就提到 話說香港各界婦女聯合 協進會昨天聯同超過100個婦女團體 在上環的順德中心舉辦慶祝國際婦女節的酒會 特首李家超和太太一起出席 而新村紅色外套的前特首林鄭月娥 亦以副協永遠贊助人的身份出席活動 未有發言 說明報的記者剛好遇到出席完酒會的林太太 她由兩個身形高大的G4陪著 去到中環大字頭的快餐店買外賣 記者留意了一會 中環人似乎沒有留意到林太太的出現 或是不想騷擾她的私人時間 以上來自明報的報導 林鄭買外賣 說近期她的近方要是逛街市 要是買外賣都會被記者捕捉到 而會像林太太的出現被捕捉到 也在說成為熱話 為何人會問去這間不去另一間餐廳呢 另外亦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灣仔女子提款機中心是遭到搶走現金 警方拘捕65歲的男子 報導的內文提到 昨晚警方接獲報案 指一名男子在灣仔軒尼斯道71-85號的一個提款機中心 搶走一名女子提取的8個水現金 人員接報到場 該名落雅5歲的性良男子涉嫌搶劫被捕 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即是按錢也要小心 話說這個女子有機會在提款機中心 剛剛按完錢拿著800元 那個男子一手搶走 不過最後捉到那個人 近期的治安情況的確令人關注 各位老友記者要多加小心注意 另外亦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元朗三薩闖進行李商店店 是私集林洪友 店主一家三口遭到棍毆 受傷流血 報導的內文提到 元朗有一間行李商店發生襲擊案 昨天警方接報元朗炮象坊15號的一間地鋪 有三名持棍的男子闖入私集 店主一家三口受傷 分別頭部和手部流血 清醒由救護車送博外醫院治理 現場是元朗炮象坊15號的地鋪 是一間名為永康皮喬總會的行李商專賣店 據悉案發時間其中兩名惡殺是揮棍襲擊店員 另一人拿著紅油臨撥店內的貨物 男女老闆都被打至頭破血流和手部受傷 其中老闆娘的傷勢較重 半件上衣染滿鮮血 口罩之上也有血跡 老闆上衣也有血跡 店主的女兒亦手部受傷 有熱心的街坊為傷者截血 再由到場的救護員治理 傷者其後自己上救護車送院救治 店外留下一枝截斷的木棍 貨物的包裝袋和門外地上也有血跡和紅油跡 警員到場拉起封鎖線的調查家 也拿著閉路電視片段 有街坊說行李商店是由店主夫婦 和年約三十多歲的女兒親子當經營多年 約半年前也曾經遭人臨紅油但不知何原因 又指附近一帶有勢力看管 所以近十多年已經沒有人收拖地 有目擊者表示按髮時見到三名戴口罩 穿黑衣、黑褲戴黑色CAT帽的年輕人 走到行李商店施集 歷史約摸近一分鐘 說情況混亂 說打完他便離開 行李商店店老闆娘被打至頭破血流 說老闆曾經持棍 嘗試阻止行空者逃走但不成功 另外一個公園當時有不少長者聚集 不過沒有人表示目擊到事發經過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說究竟有甚麼前文後裏 是否跟收拖地有關還是怎樣 據報相關的行李商店經營已經很久了 幾十年了 說在炮象坊也有很多人認識 說最近有人臨紅油 臨過一次後都不夠 近期是動手動腳的 事件仍然有待調查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